菲律宾今年11月8号遭逢超级强台海宴袭级 酿成20年来最严重灾情 多达千万人民受灾 急需援助 中华民国政府和民间第一时间动起来 爱心输出 无国界 我们第一时间就决定第一我们捐款20万 然后我们募集物资 我们每一天都有6万7千500位菲律宾的朋友在台湾工作 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 我们非常感谢他们 因此我们一定会给他最好的人道的援助 马总统齐勉中华民国在国际社会扮演人道援助的提供者 外交部野汉慈济 法谷山 佛光会 灵鹫山 红十字会 南桥企业等6个NGO团体合作 目得首播近百顿价值新台币4000多万元的救援物资 余灾后一周内由国军出动C130运输机陆续运抵 飞国灾区 当初我们提出军机的构想 就是希望能够在第一时间 能够把这些相关的物资能够送到灾民的手中 行政院长将一化于14号成立跨部会平台 共同规划后续救灾行动 国防部外交部都做得非常好 大家就是很明确的哪一天会有什么 哪一天要有飞机 哪一天要派军舰都很明确 中华民国发起三波震灾行动 由军方海空接力执行 空军出动C130运输机 我们再一次展现我们人道救援的精神 海军则派遣中和号载运物资 由康定号巡航舰护航 物资运抵的这一刻 许多菲律宾官员都是万分感谢 台湾各界踊跃捐书 台湾是第一次回应避免 总计台湾援助的物资已达680顿 连同捐款总值已达新台币 三亿六千六百七十九万元 那些马上可以吃的 马上可以用的 我们就把它募集起来 我们提供花电机 花电机因为载具也是很需要 我们有菲律宾来的外籍同仁 我们也会非常大的感受 而在灾区现场 医疗救援可不容缓 非政府组织陆竹会 是第一个抵达中部灾区的 NGO医疗台队 四季基金会的义工团则深入灾情最惨重的塔克罗班市 推动以工代正 鼓励灾民加入清扫灾区的行列 市容恢复得非常快 国际的那个NGO对我们非常的赞叹 哇你们怎么可能做到这样子 台北市九章数学教育基金会 也接着带小学生赴菲律宾参加比赛的机会 攜带物资捐助灾民 中华民国政府和民间吸手响应震灾 积极主动又有效率 广获非国政府和人民的感谢与友谊 也向国际彰显 我作为国际人道援助提供者的能力与诚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